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超级大金刚系列的是继承FC版本的 主角的名字也叫大金刚 这个角色的自然就是来自于这个公本帽的 那么这个角色的来自于一部电影叫做金刚 你们都知道吧 那么大家游戏里面呢有两只金刚 比较粗壮的那只就是大金刚 那么小的这一只呢叫做迪迪刚 他是这个大金刚的耸侣 那么大金刚这个名字呢 他是分了两部分是吧 刚呢自然就是来自金刚了 那么大金什么意思呢 大金的英文原名呢叫做蠢鱼的意思 公本帽设计这个金刚的名字呢 其实是想让这个玩家了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了 马上第一时间能想到 这个主角是有点蠢门的这么一只猿猴 游戏的设计风格呢 确实有一点逗逼的 不过这么逗逼的一款游戏呢 他的难度非常高 原因是这样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游戏一开头的 那个开发公司的标志 你们知道这个开发小组 在FC上做了什么游戏吗 做了这个双蛇城忍者娃 你说这个制作公司 能不做出一款高难度的游戏来吗 所以这款游戏的难度非常高 那么当然呢 他跟这个FC的眼龙一样 这个系列呢 他是有三部曲的 同样的有三部曲 同样的也是越往后的这个作品呢 优化越好 然后难度呢 也像眼龙一样 越做越简单 所以这个超级大金刚系列的第一步呢 是这个难度最高的一步 那么当然呢 现在我们玩的这个第一关呢 由于是一个新手关卡 所以这关呢 会比较简单一些 那么游戏呢 是分为了好几个大的关卡 每一个关卡里面呢 又有很多的小关卡 总之这个关卡的设计呢 有点类似于这个马里奥 好过一关了 那么每过一关呢 在大地图上呢 会显示出下一关 那么当然地图上呢 不止只有下一关的 还有一些别的人物 那些地方呢 是干什么的呢 那些地方呢 有一些是情报 还有这个存档点 因为这款游戏非常长 所以它是有存档系统的 总之就是一些帮助你通关的这个NPC呢 那么这一关呢 是游泳的关卡 这个游泳的关卡呢 我们之前解说过不少这个超人游戏 我曾经不少次提到过这款游戏的水效果 这个海底的效果做得非常好 它这个效果呢 我是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个2D游戏的做得比它好的 同平台的有一款游戏 我以前解说过 就是这个魔戒村文章篇 它也有一个水中的关卡 也是做出了类似的效果 不扯这个老任 这个技术多么的牛逼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迪迪刚呢 骑着一条瀑布鱼 这是属于游戏里面的做技 那么游戏里面的做技的很多 不光是有这个瀑布鱼 那么通常做技的都是有技能的 比如说这个瀑布鱼可以怼人 你可以打人嘛 如果你用金刚的话是没有任何攻击手段 现在这种水中的关卡呢 你只能去躲开敌人 当然平面关卡的话呢 我们是有攻击手段的 攻击手段呢 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放滚 比如说这样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踩人 这个是学这个马里奥的吧 不光是这一点 游戏的人物呢 它是有走路跟跑步的两种模式 那么这个模式呢 也是学这个马里奥的 当你按住手柄上的歪键的话呢 这个人物呢 就可以进行快速的移动 不过老实说 整款游戏呢 我几乎不会松开这个键的 因为这个走路根本没有用 所以呢 我觉得这种设计呢 可以取消了 你根本没必要搞一个行走的模式 有必要吗 你反正都全程都得按着这个加速键的 所以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别扭的设计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金刚呢 走进了这个木桶里面 那么木桶呢 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这个木桶身上呢 是没有东西的 还有一种呢 是画着一个爆炸的标志 那么画着爆炸标志的这些木桶呢 你进去之后呢 它会自动的给你射到某一个地方 然后没有标志的这个木桶呢 是由玩家自己来操作的 像这种啊 木桶呢 是整款游戏的一个核心玩法 游戏里面呢 非常多这种激光象径的 好 这边呢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低光的boss上了 这个boss呢 哎 好大的一只老鼠 这只老鼠嘛 非常简单 你要预判它跳的位置 然后呢 提前跳起来踩它就行了 没什么压力 好 打死老鼠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啊 获得一根又长又粗的香蕉 这个家家最喜欢的 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